萧夫人和林晚榮说 徐大人要把他借掉过去几人 林晚榮走走眉头 这样啊 夫人 你说如果徐大人要我过去 我不答应会有什么后果呢 那当然也没什么的 我肯定会替你向徐大人解释 老实说啊 林三啊 当今朝廷之中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希望徐大人去扶持他们一下 但是听说 他从来都没看好过谁 不过现在 他偏偏对你青来有加 你真的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如果这次你做得好 那对你将来肯定有很大好处 哦 我明白了 帮了徐大人对我有好处 先生 等到京城的时候 他到时候头头报你 当然也会多家照应的嘛 那对我们肖家的经营 也会方便很多 这样一来 不是两全其微吗 哦 原来是这样 就是说我帮徐先生 对我有好处 对肖家 都算你有大大好处的 夫人 我真的很喜欢你 说老实说话的样子 为什么 因为你说老实说话的时候 哎呀 真是刺足十六岁的少女 少夫人听到忍不住面子一红 大胆两个字还没说出口 林晚宁已经哈哈一笑 推门而去 少夫人窄一窄 看着她的背影 忍不住嘻嘻嘻笑出声来 早就知道这个林三很聪明的啦 是这样 用不着浪費这么多心机 跟她兜圈才行 对这些聪明人 还不如直来直去 讲清讲楚 说对自己肖家有利就行 教一些手段 被她揭穿了不再说 反而还会使她看不起自己 刚才居然可以调气了一下少夫人 林晚宁的心都不知道多么舒服 笑了几声 走回到花园里面 就见到徐蔚笑眉眉的走过来了 少兄弟 怎样 和郭小姐谈成怎样呢 呃 谈是谈过的 不过 哎呀 不过什么呢 少兄弟 老实跟你说 老夫真是求然若渴 好希望少兄弟 来帮我一臂之力 徐大人 你叫夫人跟我谈 喂 那起码都讲清楚 要我来帮你什么事才可以 如果去听一下小曲 走一下青楼 那小弟 当然非常愿意了 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是老夫疏忽 不过这件事过于机密 我怎样能够由郭小姐那里转达呢 老实说 老实说 以小兄弟你的聪明才智 我真是不信 你猜不到 我想找你做什么 那 徐大人 老实说 你不说 我真是不知道你想我去做什么 的嘛 徐卫笑一笑 扑在他耳朵边 细细声 我是想请小兄弟 跟我一起 去剿灭白连教 林晚宁听到忍不住心头剧跳一下 哎呀 虽然一早就估到十足十的了 但是真的听他讲清楚出来 感觉都始终是另一回事的 哎呀 喂 叫我跟他打仗 这件事老子是真的没做过的 想想 跟着他老徐上战场 这件事几刺激下的 徐大人 你会不会找错人呢 我是个平头百姓 无职无权 喂 跟打仗是哪里有拉脑的 哈哈哈哈 不要急 不要急 本帅已经写下委任状 委任你 为我的参谋将军 参谋将军 算是什么级别啊 林晚宁迟了一下 徐大人 老实跟你说 喂 打仗是要死人的 我这么小胆 又怕死 怎么能够上战场呢 哈哈哈哈 小兄弟果然够直迟下 老实跟你说 老夫都怕死的 不过 这次剿杀百年教 我们占有绝对优势 而且 你是参谋将军 根本就不用亲自上战场 只要帮我出谋划策 就行了 另外 我亦都会派高尤寸步不离 保护着你 小兄弟 儘管放心啦 高尤 这个高尤的身手 他见识过 又是皇帝身边的贴身侍位 功夫又怎么会炸到去哪儿呢 这么说 咦 老子有个皇帝身边的保镖 那岂不是 我都有帝皇级的待遇 哇 这个徐卫 真是几捨得落本的 嗯 徐先生 你军队里面有这么多奇人义士 为什么一直要拉我去呢 我又根本还没上过战场 正所谓见到刀 怕 见到血云的 就算去到 我未必帮到什么手的 哈哈哈哈 小兄弟不用太谦 你的本事 是老夫亲眼所见 怎么会有假 你正一是天文地理 物理述素 洋洋都有本事 老夫真是佩服万分 那就算你未上过战场 又会怎样呢 哪一个不是从一场一场仗之中 捱过来的呢 眼下 老夫手上 虽然正兵良将都不缺 但是 就没有了个 可以多谋善断的谋士 但凭老夫一个人 就算是费尽心机 恐怕都不可以照顾到 样样周全 所以我特地请小兄弟 来做我的参谋将军 为我出谋划策 听他这样说 哦 又可以亲自上战场 又没有危险 这件事真是旧刺激 又制得过 不过 上趁战场都事关性命的 那不可以妈夫的 徐先生 你现在手下有几多兵马 徐卫又伸出五只手指 特意地笑一笑 访了访 什么 五十万 哇 喂 这么大规模 恐怕 整队军队 我都几多尿 都几乎浸到金灵城 徐卫听到 真的几乎被他击得暈倒 马上拧拧头 飞也飞也 五万人 一共有四万暴军 一万骑军 神机刑五千人 林满荣听了 你有点不好意思 哎呀 自己看小说 真是看得多得仔 动下手就以为 百万级别的大战 剿灭一个百年教 如果居然动用到 五十万人 那就真是笑死人了 不过 你这个鬼 伸着五只手指 这么摇来摇去 谁知道是几多人才能够 不知道的 肯定以为五十万 林满荣跟着问 那百年教育有多少人满呢 徐卫又伸了五只手指头 又是摇了摇 不是吧 又是五万 哎呀 听他这么说 徐卫又真是几乎要咬你自尽 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 叫这个林三做参谋将军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呢 他居然一些军事常识都没有的 我是来围剿百年教 如果用五万兵马对抑五万 那么就剿个屁吗 打都不知道打不打得赢了 徐卫又谷到面都红了 五千人 什么 整个百年教才得五千人 喂 那怎么打得过瘾的 哎 被他这么说 搞得徐卫真是什么脾气都没了 喂 打仗 分分钟死人的 你以为小孩那玩泥沙 过瘾 徐卫叹了一口气 百年教盘居山东 号称是一万之重 但是据我们侦察了解 实际真的是打得的 只有五千多人 而且大多数都没受过训练 所以 他们的战斗力 和我们暴刑骑刑 不可同一而遇 我们五万人 对着他们五千人 十个第一个 可以说的 云操胜券 徐先生 如果打仗靠人多的话 那就不用打了 直接派人上去一个 拨一个就行了 打仗说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历史上 以小胜多的例子都多不升数 所以 我看你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这几句说话 还有些参谋将军的样子 徐卫的心 这才好过这些 小兄弟说得对 老夫就是担心 如果我一个人独断 可能有所偏颇 所以这样才请小兄弟 跟我一起来出谋划策 我暴刑的军事 再加上神机营 你场仗敢得打不赢 我真是没面子 去见江浙父老了 一听到神机营 林满荣就当同有兴趣了 那有没有红衣大炮啊 当然 神机营 除了强功利路之外 还有十门改进那个红衣大炮 说起上来 这些红衣大炮的改造 还要多谢林小兄啊 啊 为什么要多谢我呢 一听到有炮打 嘿嘿 那边啊 林满荣就整个精神了 就好像徐卫讲的那样 五万打五千 再加上那些红衣大炮 对着你这帮白年家的狂轰难渣 这么都打不赢啊 哎呀 不如自己坎头埋牆死了就算过了 小兄弟还记不记得那个法兰西人啊 那个那个塔玉尼 我怎么会不记得他啊 他还答应下次来我们戴华的时候 带多两个法兰西的小美女过来 顺便带一大堆鑽石给我 交给个独家经营 然后呢 再帮我带些香水香茄茶叶丝绸 回去他们欧洲那里买 嘿嘿 那以后 我林满荣就算是开辟了欧亚贸易的新时代咯 记得记得 那个老兄的样子奇怪 想不记得他也难啊 哎呀 那么 贵老的铁甲船 收整好没有啊 徐卫笑着说 小兄弟上次 不是要我找多些能工考像 去海岸 帮法兰西人整船的吗 我在神机营里面 选了十个精干的工像 跟着他们去了海岸 帮他们整船 哎呀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客一惊 你们贵老的铁甲船 果然是无比坚硬 而且结构巧妙 最适合软洋航行 他们船上的火炮 跟他们大华相比 无论在精确度 火力方面都强过很多 这帮工像 在他们停了足足十几日 把火炮的内外结构都摸透了 这样才回来 然后又他们对我们大华的红衣大炮 进行改造 这样 威力才刚刚跟西洋大炮打个平手 对了 林晚宁心想 我叫你派人去 就是想让你看看 西洋人的技术水平 这样就可以促进我们大华的工业 看来 怎么也算是有些收获 林晚宁怎么摸头 这样 对于西洋人的铁甲船 他们又有什么心得呢 徐卫叹一口气 我们这些能工的考像 是我们神机型的精英 但是 他们对于铁甲船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按照他们的推测 铁甲船的铁甲 以我们现在大华工像的水平 不是在铁甲铺 可以打造得出来的 这种铁甲船 我们大华暂时还做不出 林晚宁叹一口气 他也都明白 这个时候 西洋那边早就进入了机械时代 那些钢板铁片 是人家在工厂生产出来 用机器压制出来的 而我们呢 大华还在手工制作的时代 这个差距又哪里一两天可以赶得上的呢 不过现在 自己已经将这条路指了出来 至于徐蔚他们能够学得多少 一能够掌握到多少 做得好不好 那就完全只能够靠他们了 徐蔚见到林晚宁的神情 忽然间落幕起上来 他心里面有一点不明了 小兄弟 这一次 维朝百年教 你愿不愿意帮我一臂之力呢 徐蔚已经将这么重大的军事机密 一点都没有保留地告诉自己 可以说 对他林晚宁真是绝大的信任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说还有哪个人 在眼界方面 可以和林晚宁一较高下的话 那看来 都是这个徐蔚莫属 算了算了 帮他起不时都是帮自己 帮徐蔚剿灭了百年教 清除内乱 然后再等徐蔚将火炮好好改造一番 明年拉上北方 蹦蹦蹦几炮 一轮狂轰烂炸 说不定 真是可以将北方的外族强敌 全部打倒的 那到时候一炮在手 天下无忧 大华朝平平安安 他在那里赚钱 都可以赚得唱唱快快 打定主意 林晚宁笑着说 徐先生 和你做个参谋将军 那当然没问题了 不过 你都知道 我和程德 既然这么深仇口 如果我一走 他们跟着礼手向萧家报复 或者对我那间酒楼来报复 那我怎么顶得信 你怎么你放心 我们虽然走了 陆老弟他早就想好了 程德不是主动请英 要将江苏的报复营 调向两省边境 我就如他所愿 调走他的军马 那我看他 去亦或不去 哎呀 这几只都是老狐狸 林晚宁不禁心中感叹 徐卫呢 正是利用了程德的心理 将计就计 将他的军马 一路开向两省边境 你程德手上有多少实力 徐卫一清二楚 一来到边境 即时就落入徐卫五万大军的首掌之中 那你程德想玩什么都玩不住 如果你不离开金领 那也好 徐卫清朝百年教更加放心 同时 有个大军在旁边 你程德哪敢轻举妄动 徐卫跟着说 同时 萧家跟你开办的酒楼 不单有洛老弟手下的高手 暗中普 我都在军中抽调正兵强将 加以防卫 再加上我们的大军就在旁边 我论他程德 都没胆说功可以轻兵造反 小兄弟 你儘管放心 徐卫有这么周密的安排 这么诚意来请自己 林晚宁还有什么好说呢 一普拳说 好了 既然文长先生 这么体重林三我 我如果再推迟 那么 也显得太不够意气 那请徐先生 转告夫人一声 我接着这堂差事 跟着 就去帮徐先生打杂 哈哈哈哈 小兄弟你愿意 助我一臂之力 奴夫真是感激不尽 既然是这样 明天就请小兄弟准备一下 后日就知道 我们马上出发 两个人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徐文长呢 又叫高游去品告 小夫人 然后这样才离开 这个时候 已经天黑 林晚宁想到 自己立刻就要上战场了 他心里面 真是又担心时 又兴奋 在自己间房里面 行来行去 想一会儿 哎呀 既然要上阵打仗 那就真的应该 好好安慰一下巧巧 跟他告别一番的 应该交代的事 你还是要交代一点的 何况 他早就将巧巧 当成自己 未过门的妻子 这样 怎么都要跟他说声吧 一想到这里 他再也没办法 在小家这里留下 值不食为先而许 来到食为先的时候 酒楼已经打仰 他即时轻手轻脚上一楼 见到巧巧的闺房里面 灯火通明 这个丫头不知道 他在做什么呢 想起巧巧 他心里面 不敢升起一股油情 偷偷地走入屋 见到那个女子 背对着自己 正在灯下 不知是瘦着什么 林晚宁笑一笑 慢慢走过去 双手一抱 抱着她的腰 小小声说 小宝贝 有没有挂住我呢 那女子被男人 突然间摸动自己的腰 吓着一跳 刚刚的大叫 忽然间听到她的声 当同整个身体都僵硬了 微微有点战斗的嘛 林大哥 是 是 是你呀 林晚宁一摸到那女子的腰 哎呀 当堂知道不对路了 虽然 腰脂一样都是那么柔软 但是绝对不是巧巧 那条腰的感觉的 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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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腰 细腻光滑 充满弹性 居然比巧巧 还要细上几分呢 弊家伙了 这堂摸错人了 他心里面 电光火石的念头一转 即使开口笑着 哎呀 巧巧 不是就是大哥了吗 哎呀 将错就错 这些正是占错便宜的最佳解释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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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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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